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後背包 不過是後背包 很特別 那影片的話會歸類在我的EDC系列 也就是說我這個後背包的話 是一個AV Day Carry 是EDC 那為什麼它 是EDC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做介紹 那我就來把它開箱了 我今天其實我從東升購物買的 那買來的時候的話 這個包裝袋的話 還蠻簡便的 大概就像這樣子 那打開了之後的話 包裝就這樣子 它很輕薄 它是一個16公升的後背包 那我們已經有看到它的品牌了 它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品牌 叫做 MATADO MATADO 鬥牛式 我相信喜歡爬山的朋友 然後呢 一定會聽過這個牌子 那鬥牛式 MATADO的話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們家的東西 都是用一種很特殊的纖維所做的 它很薄 但是又很強韌 那這個是他們家的特色 而且他們家的產品的話 都防水 防水性能都很好 那以及它大部分的產品 像我今天買的是它的Fili 16公升的Fili 這在這個背包界是相當知名喔 因為它非常有特色 因為它可以摺疊 那它的Fili 或者是說 這個 一系列的產品的話 它都是可以做摺疊的 它分別有22公升 跟28公升的Size 我今天買的是16公升的Size 相當的小 好 那我來跟大家介紹 然後以及 我說明一下 我們在EDC裡面的話 怎麼樣的善用這樣子的包包 做AV-Day Carry 好 我先把它打開 那我這次買的話 是進階版2.0的版本 好 2.0的版本 2.0的版本的話 它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它的這個材質 變得更堅韌 但是也變得更厚 它會導致說 它在收納起來的時候 會比較體積大一點 好 這是它的損失 但是它得到的話 就是讓這個整個材質的話 嗯 塑膠感沒那麼重 好 塑膠感沒那麼重 那 看起來好像比較堅固的感覺 好 那這是它的外觀 它外觀非常簡單 就像是好像是 一件這個T-Shirt一樣 好 然後呢 2.0的話 它在底部的話 它是用比較厚的Nyland 而且它是用格子 網格的 好 所以說它在整個 外觀設計上面的話 就增加了一些時尚感 好 那正面的話 在 欸 我們 從背側去看的話 的右上方 你會看到一個 這個MATADO的標 標 Logo 那我們當然 這個 越來越喜歡說沒有Logo的產品 例如像我所有的 我的Slim Bag我都喜歡用Air Air的包包的話 它都沒有Logo 但是它的標誌又非常清楚 像它中間橫的過來 的一個拉鍊 AQUO AQUO AQUO的拉鍊 從中間 切半 直接剖切 這個就是他們Air的標誌 有了標誌之後 就不需要Logo 所以說 嗯 那當然 就有時候 每個廠牌的設計語言不一樣 所以說 MATADO 它還是有Logo 好 然後它在一些細節上面的話 會做一些點綴 那你正面的話 你會看得到它在 這個右側 它會有一個掛鉤 那這個掛鉤的話 是要跟底部 底部這個做 相連套用 你可以在這邊插一隻腳架 插一隻登山帳 或者是說 插一個 甚至水壺啊 等等的話 都可以 或者說有些人 他出門會帶一個小板凳 那摺疊板凳的話 你也可以插在這邊 然後呢 用這一個去做固定 好 那 正面的話 它就是有一個 拉鍊 好 那這個拉鍊的話 通進去的話 就是直接到底 直接通到底的一個 空間 那這個空間的話 就沒有在做任何的 這個organization 然後它這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它的這個 洗滴說明 那它的內層的話 確實它的 這個材質 比 1.0版的話 好得多 而且它所有的防線 它所有的縫線 都是縫在內側 那你注意看到 1.0版的話 它縫線有的會縫在外側 所以說 整個比較起來的話 進階版2.0 確實好的很多 而且 進階版的2.0的話 它所有的拉鍊 都是YKK的 那 以及它外面的 這個 Zipper Port 就是拉拉鍊的 這個拉環的話 它外面都會有一個 做一個收縮的 這個橡膠 收縮的套 收縮套把它 燒融了以後 在外側 所以說你在拉的時候 非常的好拉 好 然後呢 它在另外一側 拉鍊的鏡頭的話 它會做一個Garage 就是Zipper Garage 就是拉鍊它的車庫 所以說你在拉鍊的尾端 你不會露出一個洞去進水 所以說這是相當好的設計 那它的頂 頂層的話 就是一個雙向的拉鍊 雙頭拉鍊 你可以在這邊的話 有一些物品 如果說 突出來包包外側的話 你一樣也可以把它做使用 這是一個雙拉鍊的好處 你有些東西比較長 那你可能呢 可以拉成這樣子 那你整個把拉鍊打開了之後 它就是一個Uni 單一的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裡面的話 是完全沒有隔間的 而且這裡都沒有在口袋了 都沒有了 就是一個Uni 單一的空間 其實單一空間有單一空間的好處 因為你 你的所有的Organization 都會占掉空間 而且你Organization 隔層越多的時候 你的空間的利用率就越低 因為你所有的Size 都被隔間給局限了 所以說 這是一個單一空間很大的一個好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畫面裡面的話 整個是直接看到底 那這是一個單一空間 來我們看一下背後 背後它是一個拉 背帶 它的這個背帶的話 我們看得到是透明的 所以說它相當透氣 相當透氣 那你透氣的時候的話 有些人會問說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般的那個背帶的話 不是都要做一些泡棉嗎 你這樣背起來會比較舒適 好 我說明一下 這個系列的話 它的特色是可以折疊 所以說你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做了很厚的泡棉的時候 它折疊起來的那個體積會相當的大 而且重量也會變重 所以很多東西的話 是因為它的設計的功能屬性 所以說會有一些取捨 那我們從它的背帶的正面的話 一樣會看到一個胸扣 這是一般的背包最常見的一個 很常見的一個功能 不過我們在折疊包上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胸扣 實屬少見 然後它的正面的話 尤其它左手邊這邊的話 它還有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的話 你就可以扣上一些 像你的手機啊 手機的套子啊 太陽眼鏡啊 等等的 你都可以插在這個 橫向的一個袋子 這個扣環上面 這個相當好用 非常好用 那這上面的話 還有一個 這個比較隱晦的一個 Logo 上面寫 MATADOR 動牛4 所以說這就是它整個包包的全部 那我們再看這一邊 這邊的話 它的這個包包的左右兩側 都有一個這個Mesh 伸縮的Mesh 這邊可以放水平 而且這個空間是蠻大的 水平你可以放蠻大的 而且左右各一 然後再來是說 它在這邊還做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包包的話 如果說你 水平放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扣住 讓它比較不會掉 此外的話 你還可以藉由這一個 拉環去調整 調整你整個包包 會比較 東西沒有裝很多的時候 它可以讓它變得更挺一些 那你如果說把它放鬆的時候 你可以再放更多的東西進去 是這樣子 那它total的容量是16公升 好 來 我說明一下這個包包 為什麼我說它是1粒C 它用在什麼地方呢 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摺疊 那它摺疊的話是這樣子 我教各位怎麼摺疊 你把它攤平了以後的話 盡量的攤到最平 因為我們會希望說 它整個摺起來是非常compact 攤到最平了以後 你把這個袋子 這一袋把它弄順 弄順了以後 你用三等份的方式去摺它 三等份 摺的時候要相當小心 對 你要把所有拉鍊都拉起來 你才會摺得小 其實我說實在 你在摺這個包包的話也是技術 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把包包摺小 這個是 不算是很容易 要多練習幾次 然後把所有的空氣都壓掉 壓掉了以後的話 把這個背帶弄平 弄平了以後的話 做三等份 三等份 然後呢 你這個頭的部分的話 一定會比較厚 比較厚的話沒關係 你把它摺過來 但是你不要摺得太小 因為我希望前後的話 也是一個四等份的一個size 然後呢 這樣子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以後的話 它這邊會有一個網子 那這個 它這次的話 二代的這個網 它是用網子的 一代是用一個套子 那套子 我們在用一代的時候 會有一個缺點 它的套子的話 因為很小 所以說它很容易塞到爆 而且你這樣子塞 其實都不容易塞進去 那你用網子 有一個好處 你把它網起來 你整個把它網起來 你把它網起來以後 這袋子都收好 你可以從這邊 去把它拉 用拉的方式 把它拉小 小裡面還要再更小 把它拉小 其實我這次收得不算很好 因為其實還可以再收得更小一點點 那因為拍影片的關係的話 這個手腳比較沒那麼俐落 我等一下會把它收得更小一點 它還有空間才可以更小 好 所有袋子你都要收好 我剛剛應該是要把這個袋子 比較多那一側做裡面 坐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這樣一直拉 一直拉 把它拉到很小很小 好 那你拉到這麼小要做什麼 為什麼我說它是EDC 那這個吊牌就省略不計 好 那為什麼說它是EDC 我們一般呢 EDC都會用這樣的Slim Bag出門 這Slim Bag的話是相當小 像這個是Date Slim 2 它相當小 相當小的時候的話 但是我們說實在話 我們在戶外 有可能會有 突然想要放比較多東西的時候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都會放一個隨身包 在身上 好 這個是做擴充包用的 Extension Extension Bag 所以說這個做擴充包用 那我過去的話 我買了很多種擴充包 像這個是Decanon的20公升 非常棒 它縮起來非常小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然後呢或者是說我最喜歡的 這個是Decanon的Folkless 它是10公升 這也非常好 你都可以放在這裡面 做擴充包 可是 問題來了 其實像它這樣子的擴充包 它雖然可以縮得很小 你看整個比起來的話 它真的是小中之小 非常的小 因為你看起來的話 感覺上它好像比較大 不是 但是它比較厚 它很薄 而且它很軟 它可以隨時收 它這個已經是非常的緊實了 你已經沒有在壓縮它的一個空間了 對 所以說它其實 它其實 以這個 Makado Makado 這個鬥牛式的包的話 它不算很compact 它其實還蠻bulked 但是 沒辦法 它的材質比較好 它就比較厚 而且它所有的拉鍊都是防水的 所以說 真的是為了品質 讓它多了一點點的體積 所以說你看 戴這種sling bag 它容量 其實我們這樣的sling bag 我們的EDC 它一個最大的一個訴求 就是它一定要很小很小很 compact 好 那 所以說 你如果說要用這一個 用這個Makado的這一個 Freeley 16公升的話 真的 你就可能要用一個比較大的sling bag 像我們現在可以買到比較偏大的sling bag 大概就像這個 Air的Day 3 Max 它的容量就相當大 像這種容量大的話 你來裝這個 你來裝這個 這個 Freeley 16公升的話 就比較合適 就比較合適一點 對 是這樣子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擴充包 相當好 那有人會說 那你既然要這麼省容量的話 你應該去買Nelo Bag Nelo Bag 它也有這個pack 後背包 不過大家知道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Nelo Bag 的那個影片 Nelo Bag真的是太簡略了 它很小沒有錯 可是 它真的是太 它真的是太 不像一個包包了 它真的是硬急在用的 當然我不是說Nelo Bag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有Nelo Bag 但是 Nelo Bag 它的屬性又不大一樣 我覺得這個 Freeley 16公升的話 它用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用在EDC 是有點不大適合 因為它真的還是太大 它可以用在什麼呢 用在那種旅行 你如果說是One Bag Travel 你可以看我的頻道裡面影片 我會介紹這個Air Triple Pack 2 Triple Pack 3 Small 然後是Triple Pack 3 Regular 像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就可以帶一個這樣子 帶進去了之後的話 你可能到了目的地 你就可以用一個小背包出來 做旅行 它是一個真正可以做旅行用的一個背包 因為它是一個Full Pack 但是Nelo Bag的那個pack 它算是Full Pack嗎 不是啊 其實它的Nelo Bag的話 它頂多就是一個購物袋這樣子而已 購物袋的信實 它跟這種功能型的背包的話 它整個訴求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 Mercado FreeFly 16 跟2028的這個系列的話 它還是有在市場裡面 它的一個區隔性 所以說我還是把它買了 只是說它一直用的場合 恐怕 如果說你真的要把它做一個 EDC用的話 你就要用一個 這種比較大的Slim 你才有辦法 就這樣子 好 那這是一個好東西 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購買 那這個的話 一樣也沒有人贊助 好 這是我自己買的東西 所以說 完全屬於個人的好東西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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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